谁能想到平常对天对地对空气的黄子涛 竟会在杨子面前吸了火焰 两人一言不合就要表演播小学生掐甲 谁也不饶谁小嘴巴巴巴就是一阵输出 正常不会想谈恋爱吗 不谈 我们是 样子的女常人 咱俩年龄差不多 为什么我想谈你不想谈 因为你是样怪 宣伤吧宣伤 我们宣伤医人没有亲爱你说 快点吧 杀爹知道你俩要抄抄但请你上去抄抄 咱就是说这俩人是丝毫不顾身旁人的似火 而一次故事的投票环节时 两位幼稚鬼在那里你投我我投你的 搞笑的是急性子的黄子涛愈发上投 以至于两个人直接来了一波大嗓门比赛 最后以杨子红孩儿的喷火技能完美胜出 我绝对投你 我也投你 如果你投出去 我一定是你的帮凶把我投出去的 反正你已经踩死我了 那我也踩你 某人陪啊 老瓜 没有人会投我了 我愿意 我的正义 我的能量 感染到了两位家 我还是拿我喷死你 我喷我喷 我喷你 旁边的小宋一副看热闹不显是大的样子 撕着大牙嘎嘎乐 没想到节目组也被这对欢喜冤家身上的氛围感染 一次有关欢乐送的IP故事中 将杨子与黄子涛这两位嘴强玩家配成情侣 做游戏时的姊妹一句分手给涛哥整个会了 别说了 我最不喜欢你这样子 好 那我错了好吧 我错 果然在吵架这一方面杨子从没怕过 一整个渣男语录让黄子涛防不胜防 最离谱的是接下来的一幕直接让黄子涛破大防 说不过杨子就算了还要承受人身攻击 我跟他分了有什么要分 所以说的好分 先说了分 我希望你能够记住你明说的话 我记住了 因为有个言识 你是人身攻击 默默同情黄子涛一秒钟 但就是平常吵吵闹闹大大咧咧的涛哥 也会在游戏环节时当众表明自己能够保护姊妹 希望他能够选择自己作为正确答案 一整个气急败坏的模样着实令人笑容了 肯定能保护你啊杨子 咱俩吵闹闹闹闹闹 别拿谈恋爱开玩笑 吵闹闹闹闹闹别拿谈恋爱开玩笑 你现在跟我说rap也没用了 ok 我肯定对你好 我不需要 只能说黄子涛的嘴皮子功夫还是得多练 不知道下一季的蒙探能否看到原班人马的集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